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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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的话呢 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透过这个平台 邀请到我们四位的学生仔 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用他们年轻人的角度 或者第一身在我们酒店和旅游学科读完的 一些开心的经历 在这里透过这个大空气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位为我们去分享的学员 分别就是我恰称他叫做卫食王的Barry 就是我们右手边穿着白色厨师袍的 这一位 Barry很厉害的 他在进来我们国际厨学院做学生之前 原来他也有一些经历 在这里不如交个咪给你 让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Barry 我正在读ICI国际厨师袋学院的厨师 我从小到小就很饿吃 很喜欢吃东西的 就会小小看YouTube 也会带家人到处去探索有什么餐厅特别好吃 然后也会自己转研一下自己厨艺的 慢慢对这个行业有兴趣 我一进来读这个课程之前 其实就在读会计的 我DSE考了20分 入了会计科读了两年 也有做过兼职 做过兼职 就尝试一下工作 就发现这一行真的不容易的 做了一些重复的东西 所以我就决心和这一行分手 就没有读会计科 我妈妈就看到我对食物有兴趣 就搜索了一些资料 就发现了这一课 就是国际厨艺的高科文明 然后就叫我读读读读 就可以读解一下我的优点 令我更加转研处艺 发挥我的所长 嗯 看到后面这张照片 看到妈妈真是朋友到不得了 当中又很有爱 期间其实我知道 之前和Berry聊天的时候 她刚刚在会计的课程 其实她都令到她很烦恼 究竟是否继续读好呢 因为其实当然 在香港大部分的家庭 特别是自己的父母 都很想自己的子女胜财 而Berry的妈妈 她看到她 她留意到她 日常的时间 她原来其实煮东西很棒 甚至乎在家里 经常都会很暖男的 煮很多美食给家人 亦都透过这些小小的举动 获得到家人的一些肯定 和支持 所以当时呢 就选择了这个 国际传续的高级文品科学 那Berry想问一下你 其实都读了 有没有两年了? 有,有两年了 已经 那当中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其实在这两年的生涯里面 其实你自己有些什么 最开心的经历? 那最开心主要有两年 那一开始我就考了20分 那BTC就是一个计划 就是奖励一些文童士 考得比较好的成绩的同学 就鼓励他们继续的成绩 继续保持 那我就收到有两万元最学禁的 那我觉得很幸运 就有这样的机会 给我 有这样的动力 继续保持这个成绩 那另一个开心的地方 就是我接下来 七、八月就会飞去 中东就有一个海外实习的机会 那我和Henry一起 就会在阿部杂比 桂莱酒店那里 就有个海外实习 是啊,好像这个计划是 有钱收的 有钱收的 是,还要包食包住 包食包住 那你为什么只带Henry去 不带我去呢? 呃... 算了,算了 哎,卑士 等一下给你兜了,我兜了 拒绝我了 我不问你这么尴尬的问题了 那当中的话 刚才我想问那两万元 我觉得很吸引 是,那两万元是港资来的? 港资来的 如果你成绩好些 还会多些 哦,即是它会跟着你的DSE的分数 根据你的成绩 会有,是 如同的金额会给你 哇,那是自己代做的? 自己代做的 哇! 即是进来读书 还有钱收 ok 那如果今届DSE的考生 假设你也有机会考到这么好的分数 记得来报我们BTC 即是不止 不止是有钱拿 那还要有机会去海外发展 好了,那除了Berry之外呢 Henry刚刚刚都说到 亦都会在今年7月 会去到阿宝集比那里 跟贵黎酒店集团 去做一个海外实责的 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去呢? 不好意思,多人不带我 oh no! 连回打击被两位拒绝了 我现在很不开心 我不想跟你说话 你自己介绍自己 好了,那hello大家好 我叫做Henry 我就在柴湾Ivy的酒店 及餐饮业馆那里读书的 那我进去柴湾Ivy读书之前 都算是叫做一个成熟身的身份 那我是在工作的 那我就在麦当劳那里做经理 那去到后来的时候 就觉得想帮自己 都读回一个专业的资格回来 那在我的前途 和前途方面都有些帮助 那所以就进去柴湾Ivy读书 那其次就是 我之后的打算都会打算是 继续行接星学上去DI 高科院读书酒店营运管理的学士学书 那我很开心这个program board 省得到两年时间 可以取得到Degree 什么叫两年时间 可不可以说多一点Henry 就是怎么省法 你很厉害的计数 我知道 那刚才那个介绍 也有说过一个2加1 Shape 的课程 那我打算的这个就是一个2加2 那么加多两年year 3 entry 就可以读到一个 学士学位回来的一个计划 嗯 就是固然之如果你完成了我们酒店 及旅游学科的2年高级文分课程 那你只需要再额外计多2年 就可以取得到学士学位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没错 没错 那也挺划算的 OK 那当中我知道他是聪明仔 那在这个2年的学习生涯里面 有些什么最开心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那我其中一样最开心的 都是经过学校去做一些大型的酒店 可以做实习 那其中其实都 和很多不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和客人去接触 那都学到很多东西 和 都给了很多很深刻的印象 那其次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 我又加入了学校的私有计划 mentorship program 那学校都帮我请了来 四季酒店 4 season 的前台总经理 去做我的导师 当中他也给了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经验 和给了很多指导 那令我学到很多东西 很开心 四季酒店 是不是中环那间 是 没错 OK 因为有一次有个学生跟我说 他在四季饭店 那我说四季饭店 四季酒店 什么呢?上网出 原来四季饭店是在王国的一间 他应该去错地方 对,去错地方 你真的是中环那间 是真的 就是顶五星那间 没错 OK 厉害厉害厉害 那多中的话 我们经常说 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真的有很多机会 那甚至乎的话 在那个读书的过程里面 也都很多 大家会慢慢慢慢累积很多不同的经验 也都找到自己的一些 长处 和一些目标 那刚才Henry都说过 他的目标很清晰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去完阿布雅比 那学完两个月回来之后 就继续升学 我们读完学识学位在高科院 但是 与此同时呢 我知道每人的气候不同 那接下来我下一位即将介绍的 Jason 他又不是打算继续升学 对 那反过来 他更加厉害了 他的目标就是什么呢? 要我们叫什么? 别人叫做打卡 他就是要搜集 搜罗 在运动界别里面 愈考得多这个专业资格 他就愈开心地说 OK Jason 这也交给你 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背景 大家好 我叫Jason 我是来自柴湾分校 就读运动教理学高级文凭的学生 在我读IP之前呢 我在中学也有玩武术 以及接触一下不同的运动 那在离开中学之后呢 我学校的老师又给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我看完之后呢 我就发觉 就挺有兴趣 所以选择了这个 运动教练学高级文凭试就读的 嗯 那我想问一下 Jason 你来的那个课程呢 那个 讲一次叫做运动教练学 运动教练学 那高级文课程 在哪里上学的? 在柴湾的 乙下路上学的 OK 但是我听闻你好像都住得多远 你住哪里? 是啊,没错 我住在上水的 对了 在上水 新界的地方 每天回柴湾 来回交通 车程要多久? 大概是四个小时 四个小时 来回四个小时 每一天 OK 就由上水到柴湾 柴湾一定有些景观的 是不是有很多美女的? 这个学校 他的学校的设施是很完善的 是 那他学校有网球场 嗯 有这个拌池 嗯 也有很多不同的运动设施 例如壁球室 他都有的 可以给我们的学生去使用 是,因为你没有正面回答我 就是说 柴湾学校不是特别多美女 是的,不过呢 就是因为那些设施 非常吸引好原事 所以你每天愿意 花四个小时的交通来源时间 都要来读,是不是这样?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我知道你读得很开心 因为本身你中学老师 看到你了 本身很有运动的细胞潜能 最后就推介了 我们Ivy 读这个 运动教练学的高级文分科程 中间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有什么 令到你最大开眼教 或者令到你最开心的? 那在这两年呢 我就接触了很多不同的运动 以及一些 学了很多运动的知识 那第一个就是 在这个运动心理学里面呢 那学校请了一位专家 来跟我们做分享的 那他分享一样东西叫做 目标设定 go setting 那就教我们怎么去 设计一个目标的 那在他分享的过程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对我的生活 或者是未来的职业发展呢 是可以有啟发的 那 那 很高兴不能够学到 这些这样的专业知识 那第二就是 我在这两年呢 就接触了很多不同的运动 那刚才也说到 那包括有现在 最近比较多人提及的 健碟 那接着就有 瑜伽啦 生意啦 跳绳啦等等的 那 那学校也都安排了我们去 考取超过十张 本地或者可爱认我的一些 的中业运动资格 那 这件事情都令我 觉得是很开心的 嗯 我都令你开心 那多钟的话 听到啦 其实 Jason 他是一个非常之有目标的 一个学生 那与此同时呢 其实他的正面态度呢 也都 很多的老师都会赞他的 ok 那分别也都 自己很想着 是做什么 你说之后 毕业之后 应该主要是会向着 运动教练的 这个方面去发展 是啊 已经锁定了 那想着 不停地要继续考取一些 他自己的一些 相关主要资格 做到这个运动教练 是的 那当中的话 我们经常说呢 正面正香的态度呢 其实是很难的培养 ok 但是透过我们 酒店及旅游学科 那么专业的一些导师 甚至我们 学科的设计 那也都培养了很多很多 这些的专业人才 那专业人才 除了Jason之外呢 旁边Max 亦都是我们的标标者 那所以今天也都邀请到高场 那Max 也要介绍一下自己 他叫积极王 好 大家好 我是Max 那现在就在茶湾拉皮 读着康泰文鱼管理高级文贫 那其实就是 在就读这个高级文贫之前呢 其实我在中三 已经开始读一些VTC的program 那升了去这个高级文贫之后呢 其实这两年呢 是非常之开心 和益良到 因为当中其实呢 是很多的排考 例如一些山泥 水疗 或者一些情历 那当中 其实在第二年 最后的一年呢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 event 去organize 那其实当中呢 就是例如学习 如何做一个领袖 如何和一些人去合作 相处 那还有呢 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其实呢 学校呢 也有安排到我去一个 就是YMC的青年学会 去做一个实习 那当中呢 我就被安排到去这个 水运部 那其实当中也要不断去学习 如何去解决客人的问题 和呢 去教导小朋友游泳 那其实这些实习 都是 就做我将来呢 可以成为一个老师 嗯 你本身可以做老师的 是啊 没错 看一出你一讲小朋友 哇好开心 超级喜欢 超级喜欢 是的 那要生多一点了 我们的出身都不够了 那当中我刚才说到呢 在你的学科里面 康体文鱼的 这个高级文贫 其实和 Jason都有些类似 都是要涉及很多不同的 运动和活动 那其实下了课之后呢 其实我知道你们也要操练的 那那些设施 刚才说得这么正 其实设计的会不会很难的呢 是 其实呢 除了刚才那些设施之外呢 其实最近 就是 就是台湾Live 新建了一个 运动科技设施 那其实呢 就是去设计这个设施 其实是非常简单 只要呢 在网上 就可以设计到 接着呢 就可以给同学 就是放学之后 就使用这个设施了 哦 就是不会有黄牛这个东西 绝对不会 一天设计 打羽毛球都很惨 知道吗 所以 我们的课程里面 其实已经包括了 这些设施了 要不要额外付钱 绝对不需要 都是免费的 哇 哇 so good ok 那我有空都要过来柴湾 找你帮我设计一下 ok 那当中的话分别呢 今天很感谢我们四位的 这个 学生仔 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学生女的 是的 但是这个学生女呢 真是很好业 因为今早上呢 才收到她的通知 就说到什么呢 就是说到呢 她在那个 家里呢 刚刚妈妈呢 就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就中了 那 必须可以避免呢 今早呢 就来到这里传播这个病毒 是的 但是她继续呢 有散布她的爱的 那大家 分别 离场之前呢 去到我们左边 会有一些麦卡洞 那就是我们这一位的 国际传逸学院 西式包柄 及唐艺高级文贫的毕业生呢 去亲自制作的 OK 那今天呢 分别在这个在场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和她客气 OK 离开之前的话呢 一起感受一下 今天是520 OK 看看大家能不能吃到那种 玩意那种爱的感觉 那蘇姨呢 她分别在西式包柄 及唐艺的高级文贫上毕业 她也是得到家人的支持 和鼓励的 因为她相对地呢 说话不是这样的 她是比较内廉的一位女同学 那当中的她至少呢 她就对于做一些甜品很有兴趣的 那分别呢 就经常自己上YouTube学 那样 那家人也是 好像刚才Berry一样 那被家人留意到她 煮得很好吃 做得很好吃 那样 然后呢 就鼓励进来我们国际传逸学院 那其实坊间都有很多不同的 的传逸学院 为何要选我们国际传逸学院呢 大家不知道就知道 那今天就是透过这个小小的时间 一定要跟大家说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国际传逸学院呢 是全香港 甚至乎是全亚洲 最具规模 专门培份西厨师 而当中我们也是 唯一获得这个香港政府资助 那所以很多海外的学生 想学我们的西厨呢 这么专门的一个科目呢 都要来我们导读的 那Soy呢 她不足以后呢 没有像一般的同学那样呢 去到这些五星级的酒店 例如半岛酒店啊 文化东方酒店等等 做汉培斯 反过来 她想自己自由一点 OK 那我们现在很流行的 就是那些叫做什么呢 Slasher 那些叫什么呢 橫树竹 是的 就是说什么呢 一三五呢 就可能自己在网上那里 去推广一下自己的产品 逢星期二四六呢 她自己呢 就会去做一些工作坊 去教一些小孩的整大人工 是的 那星期日呢 就跟家人去happy一下 就是我们实现了那种叫good life balance 好 那方便呢 她在这个IG 和这个Facebook呢 都开始到她的网店 那等一下 你在你的Maconon的底那里呢 也都会贴到她的网店那里 那多些支持她 是的 那分别说明呢 如果今天来现场呢 有听过我们这个 课程简介啊 和我们的讲座的话呢 你只需要搭个桌 那她会有电视框给你的 OK 那期间呢 她也都会做很多不同的 叫做蛋糕之外呢 亦都会有一些Macarone 有些散水饼 那样 那她所有的这些主食技能呢 都是透过在两年 这个高级文文的时间呢 很多不同的project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些相片 那些片段 很开心的 OK 那也都令到她呢 壮大了自己的自信 也都和不同的同学 沟通多了 那她现在讲话呢 比起她刚刚进来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我收她的 我是这个学生的招募主任 那另外的话呢 她自己分享了 在这两年里面呢 最深刻的一个经历呢 就是跟随我们的学校呢 去到韩国 一间非常之知名 亦都是由政府资助的 一间的传藝学院 那去到呢 和那些韩国的学生呢 一起交流 甚至也都学会了 一些韩国的传统的 一些的烹饪的技巧 那她说现在呢 分别呢 都有跟那些交流 当时的交流的学生呢 继续却着做朋友 那她说 那她说 等她的生意业务 有空一点之后呢 会飞过去和她一起玩 那这些也是我们听到很开心的 那当中的 每一个人 来到我们的酒店 和旅游学科 找到自己的专场 发挥到自己的兴趣 甚至乎往后呢 能够设定到 好像Jason那些 很清晰的目标 那这些我们都很乐于见到的 那我知道我今天 来到在座 甚至在网上呢 会有很多一些 今届的DSE的校生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 四位的学生仔呢 分别也都带了一些 鼓励的说话 和有一些的 就是自己过来人的说话 和他们分享的 那或者由Barry 开始讲先吧 那我想讲的主要就是 那机会就会留下 一些有预备的人 那就是 考了这个试 就成绩不用了 在过程中 就要自己开心了 那她的前段 也都要找到自己 最喜欢做的东西 嗯 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很重要 那甚至有一个 那么疼你的妈妈很重要 那么鼓励她 OK 你报读她自己 有兴趣的一些方法 好了 那么Henry呢 那我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说话 就是 记得要 Think smart work hard 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处的 那不妨花一点时间 想想些什么 然后再加点努力 那你就会很接近成功了 嗯 没错啊 因为距离这个放榜7月19号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了 那当中自己考成什么的话 应该自己大概都有一个 就是弱我的掌握的了 OK啊 那么趁着一些空档的时间 Think smart 就是 怎么样 怎样译好啊 诶 聪明点想 多想点 多想点 最重要是问自己的内心 究竟自己喜欢些什么 OK 然后怎么样 work hard 对了 那就是向着这个目标进发 Thank you Henry 好 好 那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 就是 过程是 就是你努力的过程 我相信你是会有回报的 所以大家 不用太过紧张你的DSE的成绩 嗯 没错 那Jason说这句话很有说服力 因为每天用四个小时来回 由上水的家 回到柴湾的院校 OK 非常之努力的一位学生 所以如果你真的努力过的 那个结果应该不会差的 对不对 OK 好 那继续 最后一位Max 很想鼓励大家 就是博中无悔 过程中的结果 那条条大路通罗马 最后你都会找到你对的地方 嗯 没错 那除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之外 我会说是什么呢 条条大路都是通我们酒店及旅客科的 OK 对于我们的课程 有兴趣的话 想大家一起开心学习 很希望9月会见到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